我22年都未被人搭過傘 22年沒有? 沒有,沒有人跟我說 你的現場太厲害了 沒有人理我 對,很安全 沒有 沒被人搭過傘? 沒有 中學時也沒有? 沒有,沒有人理我 你把男生走過來 我讀女校的 你讀女校的 大學呢? 大學也沒有 有些男生照顧你 沒有的,我也跟女生比較好 今期紅到爆的應界港姐郭沛民 先是和捧有份拍《法政先鋒路》 《幸存者的救贖》 前晚又在台慶上贏得42萬現金大獎 曝光率越來越高 總經理曾志偉更加直言 有心栽培她上位 網民對於Julianna的評價也相當不錯 早在參選港姐時 她旁邊一頭金髮特惠而出 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雖然最後止步五強,三格不入 但人氣依然持續高企 Julianna除了擁有高能的外表 她嬌人的身材也非常吸正 更加因為這樣而和風最強Body港姐 前晚她盛裝出席台慶 又再次成為焦點 受訪時被問到 會不會因為太好身材 而經常有男生追 Julianna就說自己很安全 又自爆22年來都未被人搭過傘 她說跟身邊的男性好友 都好像兄弟一樣相處